关于教会的意向 当然我们知道 耶稣给教会的 一个大使命的原则 在马太福音书28章 是万人做主的门徒 但是教会 也可以说地方性的教会 都会在神秘境寻求 他们自己的意向 这个原因是因为 是万人做主的门徒 这个意向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广泛的 但是教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 针对特定的族群 那么它需要制定 非常确定的 一个使命和一个方向 那这样子地方性的教会 它会根据这里的 一个族群 还有它要面对的 在这里要做的 像社会的一些影响力 以及教会内部的 弟兄姐妹的一些结构 它需要在神面前祷告 和寻求 寻求一个非常符合这个群体 更是神的心意 在这个群体当中 对这个社区 以及对福音的影响 所以就有了地方性的教会的意向跟使命 当然这样的一项使命 当然这样的一项使命 也是让我们去追随耶稣 第二十八章给教会的大使命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使命 是一样的 成官教会呢 我们这个成官是法国成官教会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是在法国巴黎 在它并且它的州区 在这里开拓福音的工作 那么这个教会呢 可以说在法国的华人教会呢 成长确实还不是非常非常的完善和成熟 还是一个初级的阶段 但现在呢 随着移民凝日的增长 教会已经进入了 可以说第二代的一个阶段 那么教会确实需要 在它的结构上需要更成熟 教会不是担当是求生存 应该如何在这个阶段 如何求发展 那么法国成官教会呢 就会根据现在以及对今后的福音的发展 它就形成了以小组为主要的单位 所以法国成官教会都是 让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加入小组 让每个人在小组中被牧养 被关怀 也在小组中呢 去成长 去操练福士 然后福音呢 也是借着小组的一个 小组的群体活动 一起参与 去发展个人的福音工作 这个是法国成官教会 小组的一个主要的结构 那么教会的一些工作的安排 一些事工的安排 有时候也可以以小组为单位 进行具体的安排 那么这样的一个教会呢 关于敬拜部也好 主日学部也好 关于多媒体部也好 还有一些接待部也好 这些部门呢 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作 它不是教会的主体 教会的主体是小组结构 那么这些部门呢 把它变成一个协助性 是协助教会在行政上 能够达成更好的牧养 更好的扩张福音的工作 所以这就是法国成官教会的主要特色 是以小组为主要的单位和结构 然后以小组呢 也看出这个教会呢 是以牧养为核心的 而不是以事工 所以我们是装门去牧养人 培养人的生命 让大家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 然后去进行福音的大使命 关于法国成官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成员的结构呢 法国成官教会 它自开拓的第一天开始 它就是以中文堂跟法语堂两个堂 分开独立治理去牧养 但同时呢 又是同步并进的一个教会 那么在国语堂呢 它主要有四十几岁到五十多岁的人 为主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也有三十岁多一点的一些弟兄姐妹 这样子来看呢 法国成官教会的国语堂 也算是在法国的华人教会当中 也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个教会 那么在法语堂部分呢 是以高中生到大学毕业 进入职场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主要的一个特征呢 都是在法国出生的 长大起来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组成的一个教会 所以他们是以法语来崇拜 也以法语来牧养的 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法语堂 那么法国成官教会 为什么取名叫法国成官 而不是叫巴黎成官呢 其实这里法国成官是 因为教会的 它的牧养的方向 福音的方向 其实是有限着整个法国的 它是要结合一个网络 跟实体结合的一个教会的 一个发展的路线 因为我们看到呢 很多华人离开巴黎之后 在法国的其他地方呢 不能形成很多的华人 所以那些地方就不能有很多基督徒 也不能够经历一个教会 就没有成立一个教会的 这样的能力和可能性 这些人往往就失去了聚会 就没有办法 那今天我们看见了可以透过 这个网络的方式 也是可以在他们不能参加聚会的情况下 是可以让他们有聚会的 所以法国成官教会也会命向全法国 那些华人 他们不能够参加附近的教会 或者说附近没有教会的 是可以透过网络的方式参加法国成官教会的 我们会用入门小组来进行聚会 主日的崇拜呢 我们都会入播 那么在今年呢 我们也进一步的想要发展 以直播的方式 对主日崇拜进行直播 可以让那些在大巴黎以外的人 就可以透过网络直播呢 跟巴黎的弟兄姐妹一同参与敬拜 那么可以说法国成官教会 它是一个命向全法国的 实体跟网络结合的 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教会 是一个中文堂跟法语堂 并进发展 牧养开拓的一个教会 在谈到全职事分的时候 目前法国成官教会呢 就是我一个人担任全职的服饰 在这方面呢 对于移民教会来讲 确实非常的困难 大家主要还是要在于 在法国生活下去 为生活打拼 为孩子们的下一代打拼 确实还是放在主要的方面 所以对于法国很多华人教会来讲 确实不能产生很多全职的传道人 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法国成官教会也有一个特征 是发动全教会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带职的方式投入事分当中 比如说法国成官教会 我们在接待的时候 清洁的时候 基夫会安排全教会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轮流去参与 这样子让大家都融入这个教会 也了解教会的运作 让大家来到教会 都担任起一个主人公的 这样的一个责任跟角色 所以这是法国成官教会 法国成官教会虽然我只有一个人 担任全职的事分 我们也发展了小组 所以小组长 那么在他的小组里 就可以担任起很多牧眼的工作 这个就是法国成官教会 目前的情况 将来也是希望神在这个教会 能够兴起更多全时经来侍奉神 也受过装备的 特别是对第二代 法语谈的将来的发展 特别需要神兴起新一批的年轻人 做全职的事分 法国成官教会也是感谢神的恩典 自教会开拓之谈以来 已经走过一年的道路 那么面对2023年 我们又一个新的一年的目标 跟计划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把工作的重点 仍然放在对教会自身 弟兄姐妹的培养和塑造 也就是说我们会往生命的深度 继续去尽造 让弟兄姐妹跟神的关系能够更好 让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够更成长 也让弟兄姐妹对于做耶稣的门徒 这个方面能够更好的再接受训定 再去成长 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门徒 所以我们的教会的牧养理念 福音发展理念是 让弟兄姐妹都成为门徒 都成为成熟的门徒 都能够成为 使别人成为耶稣门徒的门徒 所以我们在教会开拓以来的第二年 就是今年会继续的 在弟兄姐妹的生命上 继续的去尽造 在教会的主日崇拜也好 教会的各方面的培育工作也好 继续在真理上再做深入的教导 然后把这样的真理根植下去 这是我们这一年的工作的目标 法国城关教会开拓了一年的时间 我们在开拓之前设定教会的目标 还有教会进照的方向 那么透过这一年走过来的道路 我们看到了真是门神的恩典 那么教会经过一年之后 在小组已经可以说步入了教会的轨道 小组的工作已经基本成型 教会在过去一年当中 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我们每一周都进行小组长训令 并且让小组长进入小组当中 去实际的去操令 那现在各位组长也在操令当中 也看到小组慢慢成型 也看到小组的概念慢慢的已经让弟兄姐妹去理解 弟兄姐妹也慢慢的消化 认识小组的模式以及小组的牧养 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已经步入了教会发展的轨道 教会一些还要带进一步发展的呢 就是法国城关教会是注重牧养的教会 我们针对当下的这个华人移民的家庭的问题 然后二代的问题 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子女之间沟通的问题 我们很看重家庭 所以我们会牧养家庭 会在家庭当中做一些婚姻的辅导 关于子女的教养 希望以后教会再发展的能够给一些子女长大 比如说选大学的时候 法语堂能够给一些他们的孩子和父母一些敬意 这些方面是教会的一个设想的目标 但是以这发展的一年来讲 还是没有步入正式的去开拓 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在这方面 在接下来一年我们要请一些 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老师来教会开课 也发展一些弟兄姐妹专门去学习关于婚姻辅导 或者教养子女 关于家庭的一些课程 然后在教会里可以在小组牧养当中 在其他福音工作当中去发挥它的作用 不但是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受益处 更是借着这样的一个事工能够让华人 在法国的华人也受到帮助 也得到好处 这个是关于家庭的牧养 是接下来教会要继续去努力的方向 开拓教会走过一年的道路 又进入的新的一年 这个可以对于我们当时做开拓的时候来讲 确实走了一段路 那么已经出发了 已经在出发的路上了 这个对于我们刚开始要开拓的时候 刚开始又出发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和心境 也是稍微有些发生一些变化 当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单单在计划的时候 当然我们会计划的这么做 计划的这么做 但是走过印尼的道路 很多事情的发展 确实又有它实际的情况 在这个实际情况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去找聚会产地 按照原本的计划 我们以为三个月就可以找到产地 确实找不到 但是我们也觉得很困难 几乎找不到的时候 神又很奇妙地为我们开了一条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让我体会在实际信息的道路上 我们虽然如何做计划 人怎样做计划 但确实仍然要仰望神 神会带领我们走 经过这一年更多的感想是 原来这一路上都是有神的恩典的 我们要学会更多地去依靠神 那么关于走接下来一段新的路程 我觉得我们的心境 我们应该放得更开一点 把教会的困难或者碰到的难处 不要看得太严重 相信神他会带领的 当人没有路的时候 我们相信神就会给我们开道路 我在神的手中 我们相信神永远给我们有方向 永远给我们有道路 没有难成的事 这是经过这一年 可以说让我们经历了更多的恩典 认识了人的能力有性 人的渺小 也认识到环境有很多种变化 最重要的认识 也是经历到原来神有恩典 神有带领 神有祂的美意 所以希望在新的一年 我们更愿意追随神的旨意 也跟随神的脚步 去走新的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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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马来 冲地om 局面 转发 马来 冲地鑶行 转发 马来 冲地鑶行 屠心 转发 马来 冲地鑶行 赞 冲地鑶行 转发 马来 冲地鑶行 这一年